极光到底是不是AG短板 其实他有点像一针 不用他带队赢比赛 只需要稳就行 亚运会跟E-Star新刮曝光 LOL项目有可能因此直接弃赛 E-Star就算陨落也会王者归来 伴随着AG赢下LGD竞技S组 猫神也是完成了承诺 把AG重新带回S组 下一个目标就是帮他们创建属于自己的王朝 毕竟玉三家中只有AG的成绩不太好 而AG目前比较受关注的选手其实是极光 因为他的tip是人气很高的一诺 很多玩家都会拿他们做对比 对此北升也是给出客观评价 极光没有高光的操作 也没有明显失误 说白点就是像一针 不用你带队赢比赛 只需要稳就行 随着最近的几大场比赛吧 一安的状态其实也给的很不错 包括长生相比较上个赛季 发挥的也非常好 对吧 包括猫的这种决策力 中一呢也慢慢的给到了 找个团队非常好的融合 但我唯一就是觉得 极光这个点在 第一个阶段的 这这么多大场比赛中吧 我感觉没有亮点 没有亮点 但是呢你要让我现在一下子说出 他有没有太多的掉点 我也想不出来 就是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存在感 也没有什么画面感 而且包括就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我也没看得出来 极光哪里有亮点 但是他也其实没有失误 就是属于那种没有画面感 很平平无奇 他就一直跟在自己的队友身后 一直在那 队友上了 他也就上了 队友退了 他也就跑了 他也不去秀 就是属于那种 很平稳 很平平无奇 很平稳的这样的一名选手 就是第一阶段 我对他的这一首评价就是 很平平无奇 很平稳 对吧 就是属于那种 不求有功 但求无功 随后就是有关于亚运会跟Estar 新刮曝光 首先是亚运会LL项目 那边有一位知名选手 因涉赌被处罚 并且处罚记录都能查询到 意味着LL项目很可能会被弃赛 属实是有点亏贼 不过一诺跟暖阳等人 应该不会有类似的情况 顶多就是直播时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不会影响到需要弃赛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Estar的挂 稍白透露下赛季SK教练就会回归 即便Estar这赛季陨落 下赛季也会王者归来 一星都拉成啥样了 那指不定下一届SK就回去一星了呢 兄弟们 我可是有小道消息哦 据说这个下一届 这个大魔王就要回来了哦 那个男人要回来了哦 那个男人要回来了 那可不得了了 总的来说 AG如果到了需要 极光出来带队赢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成绩就要下滑了 比如上赛季常规赛一落就很猛 但队伍的成绩却不是特别好 毕竟现在的版本前期崩 射手只能看着队伍输比赛 至于亚运会的新瓜 目前只影响LL项目 不知道后面 还会不会有新瓜曝光 只希望别影响到 怡诺跟暖阳等人就好 毕竟这项目是必拿冠军的 失去参赛资格就亏大了 大家觉得呢